白马市政府为居民提供垃圾和回收服务 这项服务包括每周收一次普通垃圾 每两周收一次回收垃圾 每两周收一次花园垃圾 回收垃圾桶和花园垃圾桶隔周交替收取 市政府还可为大建家用物品提供预定硬质垃圾收取服务 回收垃圾桶有一个黄色桶盖 用于装可回收的空包装废料 如硬质塑料包括奶瓶 软饮料瓶 酸奶盒 黄油盒 洗发香剥和护发素瓶 洗衣剂瓶 纸板和纸张包括 鸡蛋盒 硬纸板香 纸张和信封 骨类食品盒 纸巾盒 饼干盒 果汁盒 玻璃瓶和玻璃罐 包括玻璃饮料瓶 调味瓶罐 鋼和铝 包括空的鋼制食品罐头 如金枪鱼罐头 汤罐头 椰奶罐头 软性饮料罐 铝箔 铝盒 铝盘 令到机器没办法正常运作 幸好知道这些 我一定不把这些东西扔进去 那剩下的食物呢 剩下的食物垃圾 也不可以放进回收箱里面 因为它们很难被正确分解 然后最后它们都要丢到堆田区里面 由分检工厂的员工 帮我们去分解 而这些食物垃圾的气味 也很难闻 这里就要辛苦 那帮分检工厂的公园 帮我们去分解 在分配的收孕日前的晚上 请将垃圾桶推出来 放在住房外面的路边草坪上 之后会有卡车来清空垃圾桶 在清空垃圾桶之后 请务必将垃圾桶推回到屋页内